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今天下午 林鄭和一班高官召開了記者會 在會上林鄭宣佈了疫苗氣泡的大計 不過這個所謂疫苗氣泡 就是用在香港境內 林鄭說 特區政府將會以疫苗氣泡作為基礎 調整往後的社交距離措施 在今天他詳細說明了一些例子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林鄭在記者會上 就交代了一系列的疫苗氣泡措施 在食店方面 員工在接種了第一針的疫苗 並且規定所有食客都必須使用安心出行以後 就可以實施六個人一台 而堂食時間就可以延長到午夜的12點 當員工是打了兩針疫苗 而食客也是打了第一針疫苗 加上使用安心出行 就可以在店舖中劃出一個特定範圍 在這個特定範圍就可以做到8個人一台 如果是搞宴會的話 上限更加可以達到100個人 而那間食店的堂食時間 就可以延長到凌晨2點 去到第三個階段 就是當員工和食客都完成了兩針疫苗之後 那間食店就可以每台做到12個人一台 酒吧方面又如何呢 所有的員工和客人 都必須要打了第一針 才容許有限度的 重新營業 至於酒吧容納的人數 每一台的人數 和營業時間等等 政府就再會和業界商討 其他疫苗氣泡放寬措施的例子 就包括了 已經打了疫苗的人士 就可以去公立醫院 和安老院社進行探訪 但是進入之前都需要進行快速測試 另外宗教活動 和婚宴等的人數 就可以放寬了 還有就是 恢復旅行團 打了針的人士 就可以參加旅遊氣泡 這個就是 特區政府所舉的例子 請林鄭搞這個疫苗氣泡 無非就是想借助 放寬部分的限制措施 作為一個交換條件 來吸引市民去打針 但是我也很懷疑 究竟會有多少食店 和市民落搭 特區政府是否能夠 推高得到疫苗接種率呢 先說食店方面 作為老闆 當然有部分會監獄 員工去打針 因為打完針後 馬上就可以放寬營業時間 到了午夜12點 而且每一台 就從四個人 加到六個人 尤其是那些酒樓 或者是專門做晚市的餐廳 可能會監獄員工去打針 但是比如說有些茶餐廳 晚市做到10點已經收皮了 可能他又不會監獄員工去打針 打不打由你 就免得煩了 不奇怪的 會有這些餐廳 至於食客方面 如果你監獄他一定要在手機內安裝 安心出行的apps 現在說你不讓他寫字 現在說他大不了就不去 如果有些人打寫字樓工的 寫字樓在pantry裡面 是有個微波爐的 他就帶飯回去盯也行 有些工種是不容許他帶飯去盯的 可能那個員工就會去叫外賣 他就是特地不走進店裡堂食 你催他不漲 他也不會說餓死的 所以 究竟能不能夠催谷得到 都成疑問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在香港搞什麼疫苗氣泡 某程度上來都說 就是變相歧視那些 未打疫苗 或者是不願意打疫苗 或者是他的體質 不容許他打疫苗的人 我經常舉一個例子 就是唐英年他也不打疫苗的 他就說他的體質不容許他打的 他是自己的選擇 但是 現在他的選擇就會變相使得自己 在出行 或者在日常起居生活 造成了一個不便 因為你說打針的人 就可以 放寬這個 那樣 但是那些未打 不願打 或者是不能打的人 他就會有一個差別對待在 所以為什麼美國政府 緊急地叫停在境內實施 所謂的疫苗護照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就是會構成這種不公平 比如說有些人體質弱的 就算是特區政府 那些指定專家都說 如果他有三高的控制不了 或者有長期病患的 你也要討論醫生才去打疫苗的 如果醫生告訴你你不適合打的 那麼糟糕了 看到你這麼多放寬措施 全部都用不了 這是不是有差別的對待 對於那批人來說 你那個疫苗氣泡搞多久 那些人豈不是要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多久 那些人本身是不適合打疫苗的時候 他沒有理由為了走去出席這些宗教活動 宴會 或者去這些疫苗餐廳吃飯 而賺命搏的 是不可能的 那麼這幫人怎麼辦呢 是不是有沒有考慮過這幫人的感受呢 又或者有部分人 他根本上就是不相信疫苗的 或者不願意打疫苗的 不管他什麼原因都好 有千百個原因 但是反正他就不去打 那那幫人又怎麼樣呢 是不是一輩子都要 不可以去這裏 不可以去那裏呢 這個是不是構成了社會上的不公呢 所以為什麼 美國也懂得撒停 但是特區政府就喜歡搞這裏 林鄭就說 疫苗氣泡可以為食肆提供一個清晰路線圖 一定要大家都做事 員工要做事 顧客想多些人吃飯 都要接種 另外林鄭又說到 說根據創科局的資料 有超過19,000人 在收到了安心出行的 感染風險通知以後 就接受了強制檢測 他就說市民提供的資料 一定是要準確 雖然他明白有些人是沒有手機 在有些例外情況下 仍然都會繼續接受人手登記 但是香港的手機擁有率就很高 大部分人都有手機 安心出行的下載率又很高 去到370萬 如果那麼方便也不肯用 他就很難理解 他又批評 有些市民在寫字登記的時候 就提供了不正確的資訊 那些人在亂填 根本上寫的不是名字 所以用安心出行的apps 既穩妥又方便 實際上他說這些東西 又說很難理解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那麼難理解 為什麼有些人不肯使用呢 他就是出於一個不信任而已 就是官府和民間失去了一個互信基礎 就這麼簡單 怎麼那麼難理解 那些人就是不信 很簡單 外國那些為什麼人照推同一樣的東西 是可以沒有問題呢 就是說一個信字 就是信任的問題嘛 沒有東西很難理解的 你如果說難理解 難理解得過有些人 坐地鐵也不會用八達通 難理解得過有些人 不知道便利店是沒有廁紙賣的 不知道有什麼難理解 一點也不難理解 至於你現在強制使用安心出行 最受影響的當然就是 那些不懂得用智能手機的長者 是大有人在 甚至乎有些人他拿著一部智能手機 他就是不懂得怎樣來操作 他就是掌握不了技巧 他就是不懂的 你不讓他用紙 就慢慢瞎摸摸摸 當然你搞到現在這一步 你也是要強制那些人去用的 但是我相信有部分人 他就會堅持 要麼他就叫外賣 要麼他就索性自己帶飯 我猜一定有一群人是這樣堅持下去的 當然如果有些人 要出去吃飯 迫於無奈裝這個apps的時候 我自己又覺得是無可口非 別人裝你又不要怪人 但是 你裝不裝就自己決定 是不是 而且他第一階段就說是安心出行 一定要裝 到了第二階段的時候 連那個食客本身也要打了第一針疫苗 才可以進去那個食店 如果有些人他本身也不願意打針 他裝了安心出行也沒用 因為如果他要求你 要打了第一針疫苗的時候 你要出事的證據 到了第三階段 就直接要求食客也要打了兩針疫苗 而且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就是說那些打了科興疫苗 打了一劑那些 就很趕快要去補針 如果不是 到了第三階段的時候 這群人就會吊吊吊了 因為第二階段 打了第一針就可以進去吃飯 但是到了第三階段你要打兩針 那些打了一針的 科興那群 如果繼續不打的時候 你變成到最後 享受不了這個所謂的疫苗氣泡 帶來的放寬措施 所以 特區政府搞這個疫苗氣泡 在很多外國來說 他不會純粹說打針 為什麼呢 比如說英國 人家的疫苗護照在境內使用 他會怎麼樣呢 他會記載三樣資料 第一就是到底你的疫苗有沒有打到 打了多少針 所謂的電子針卡 第二就是會記錄 你最近的檢測結果 究竟是怎麼樣 如果是陰性的 在所謂的疫苗護照裡面 也會有記載的 第三就是如果本身那個人是曾經確診的 好了他後來當然會好回來 不好回來就已經拉齊了 好回來那群也會有記載的 就當作那個人是有抗體的 人家是不是記錄得詳細很多 是不是周全很多 起碼都會顧及到一些 他未曾去打針 又或者是他的身體不容許他去打針那群人 好了 特區政府的旅遊氣泡 只是說打針而已 所以大家就可以比較一下 到底哪一樣的措施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